吃瓜吃瓜 今天这个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大瓜 那就是Robinhood在昨天的时候 被金融监管局罚了7000万美金 这个罚款也算是一个赔偿 这么大的一个瓜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下 介绍完了之后 我再和大家来分享三只 我觉得还不错的股票或者说Fund 如果您支持我的话 欢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说出您的一些看法 2021年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钱 那好 我们现在开始说Robinhood这个瓜到底是怎么回事 Robinhood它是一个股票投资的账号 很多人都是使用它来进入到股票证券市场的 包括如远行者自己 因为之前如远行者看了很多很多的证券市场 还有投资软件都是看得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明明把一些很简单的买卖 非要用专业的术语量做空利好利空做多 给我搞懵了 但是Robinhood用一个简洁的手法 一下子get到了大多数的这些小韭菜们 包括我在内 所以很多初学者都是使用Robinhood这个软件来进行股票操作的 大家都知道Robinhood的出事也不是这么一两次了 之前2020年开始熔断的时候 结果股市熔断 Robinhood这个软件的账户它也熔断了 导致很多人亏损不少钱 前段时间也出现过很多加密货币不能交易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件 那么截止昨天为止呢最终的一些赔偿的事情才算出来 那么总的赔偿金额达到了七千万美金 这个罚金的额度可是创历史新高哦 首先第一点是说Robinhood向客户显示虚假的现金余额 有的时候他的账户显示为实际余额两倍的负数 而且在2021年5月的时候 Robinhood还向数百万的客户显示 持有某些股票账户的余额非常不准 历史账户余额数据也出现错误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关期权交易的陈述错误 大家都知道期权交易是相对来说比股票还要复杂的 我经常和我的小伙伴们分享的就是 玩股票一年以上再去碰期权 因为期权呢有更多的专业术语 而这个时候呢Robinhood却在他的账户里面出现了很多 对于期权有错误的这样的阐述 那这样的陈述一定会误导很多的投资者 Robinhood就告诉他们的一些黄金客户说 可以禁止保证金交易 他错误地告诉这些客户呢 进入某些期权交易 损失不能超过他们支付的保费 还有第三点就更可笑了 Robinhood竟然允许用已故人式的设安号进行开户 那至于这一点怎么去查证呢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大家开户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是需要输入设安号 以及您的地址还有联系信息 那Robinhood对于已故人式的开户请求也批准了 这一点还是挺可笑的 第四点呢 Robinhood将其技术维护 外包给了不受监管的母公司 尽管FERA 这个FERA呢就是金融监管局 两次警告说这样的技术需要得到更好的监督 可是呢好像收效甚微 大家都知道在使用Robinhood的账户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技术问题 最后一点呢 就是Robinhood的向84100名客户 发送了虚假的追加保证金的通知 导致其中超过25000名的客户 在不需要的时候卖出股票 从而亏损 其实大家看一下 里边我觉得最严重的应该就属于第二条和最后两条了 就是对于期权交易的一些错误阐述 以及技术部门的监管不完善 还有就是这个错误追加保证金的消息了 导致很多人本来就是因为用Robinhood 是因为它简单 因为我懂的东西不多 所以说我才会用到Robinhood的账号 可是你给我一些错误的信息 反而导致我损失了更多的钱 但是不得不说如眼行者也同意 Robinhood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上手的证券交易软件 没有之一 到现在我用过各种的交易软件 还是觉得Robinhood他的操作更为人性化 就是对于一个完全不懂的人 他在上面也能清晰的知道如何操作 如何买如何卖 当然我说的不是期权 我说是普通的买卖股票 所以说呢Robinhood的客户都不是大钱玩家 都不是大庄家 账户规模当中的中位数仅有240美元 而且其中有1300万个账户里边根本没有钱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他的中位数只有240美金 就是像我这种完全不懂的 想去试一试的人 基本上都会选择Robinhood 因为Robinhood在我们试的过程中 他可以让我们试出来 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很多证券公司的一些软件和操作 我连试都不行 就是我都不知道钱怎么放进去 钱放进去了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买这个股票 但是Robinhood的操作确实非常简单 那去年年底的时候 Robinhood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就没有再继续的往进存钱了 当然他的加密货币的操作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是最早的这些证券公司里边支持加密货币买卖的 但是注意他的买卖是交易权 因为这样快进快出我比较喜欢 所以说至少说现在呢 我没有再继续往进存钱去买卖股票 我之前也说我不用他了 那只是说我会在里面做一些加密货币的快进快出 那现在呢 我觉得如果说Robinhood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学习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转了 如也行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微牛证券和老虎证券 因为这两个都是有中文的 非常适合华人使用 而且操作起来呢 也不是那么的复杂 所以还在继续使用Robinhood的账号 进行股票交易的小伙伴 听到这里 如果说您想要转户的话 也可以使用我推荐的这个老虎证券和微牛证券 这样子的话 您是可以把Robinhood的所有账户里边的信息 全部导入这其中一个账户的 好了 这里吃完了Robinhood的这个大瓜 我来和大家分享三只 我觉得还不错的股票 但是我这里不是推荐您进行购买 我只是说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三只股票的涨势 还是非常好的 第一只呢就是AMD 那第二只呢就是英伟达 NVIDIA 股票代码是NVDA 这两只股票一听名字 大家都知道了 AMD做电脑技术的 英伟达也是做电脑技术的 而且这两个呢 还都以显卡出名 所以这两个呢 现在的涨势可以说是齐头并进 但英特尔现在虽然说 它也是做这一块的 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利空的消息 对它来说都不好 所以说它的涨势呢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大家可以看一下AMD和英伟达这段时间的走势 平均都有涨10%左右 而且现在呢我觉得它是做显卡的 现在暴涨 我不知道除了这些数据好 还有这些新闻上的利好消息 以及这两个公司的财报健康程度之外 有没有可能是加密货币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今年年初 加密货币暴涨的时候 导致显卡都断货 那现在加密货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现在可以去买显卡了 所以说显卡是不是这个市场又活跃开始了 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就是因为现在经济复苏 各州开始复工 所以说对于这种科技公司 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所以它的价格呢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 说完了这两个 最后一个其实不算是一个股票了 是一个fund 就是USO United States Oil Fund 这个呢是其实在去年 熔断了好几次在最低点我买的 当然它后来就合并了 我的均价呢买到了22美金 然后现在呢已经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涨到了49美金 50美金 而且我看了一下历史数据 之前呢它基本上是在100网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50美金到100美金 它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而且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美国原油 但原油现在的涨势肯定是比较好 也是因为复工 也是因为通货膨胀 大家现在去加油 大家看到了吗 油都涨到了4块9毛多了 我加一次油真的是心在低血 所以说现在随着通货膨胀 以及各州开始复工 经济开始复苏的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原油 USO还是会有一定的好的涨势 就是它未来还是会 至少说在一段时间内 还是会持续的上涨的 详细的这些技术分析 我就不和大家说了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技术分析的 因为我觉得能等得住就能赚到钱 短期嘛 一进一出的 一赔一赚的 都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 这三只都算是不错的 近期来讲呢 我是如果说有扑民的钱 我会愿意去投资到这三只股票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不是说推荐大家购买 再次强调 大家去看一下这三只股票 如果说您觉得行 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为您说到这了 在视频当中 我和大家分享了说 老虎证券和微牛证券都是不错的 我之前也和大家录制了 有关老虎证券和微牛证券 不同的这些公司开户 入金这些流程如何操作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视频的链接呢 也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还有一点呢 就是您在观看我视频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这个视频的小角落 有一个圆圈里边有一个探号 经常会有一些弹出的视频 这些视频呢 也是我推荐大家观看的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小圆圈 直接进行观看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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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